今次《一直留在心底的視》這個MV 就是由新的團隊去拍攝 今次這個MV其實想表達什麼呢 就是由一開始MV所說的 你還記不記得18歲的時候去過一個什麼縣 我相信很多人在18歲這一年 都會為自己許下一個願望 就是我踏入成人 那我究竟想做什麼呢 我有什麼很想以後去實現的呢 有什麼夢想呢 去到MV的中間 其實整個故事就是 會說一個18歲的我 就會說一個閨密的故事 其實《一直留在心底的視》 可以是一個人可以是一件事 其實這個MV是想表達 我相信每個人的人生裡 都會有一個閨密 你不會分得到是愛情還是友情 這個就是青春 青春就是永遠第一點 留白和迷惘 這個也是曾經我的青春 所以我都希望大家看這個MV的時候 會想回 還有沒有一些人和事 你會想著 或者是很想做但未做的呢 我18歲的時候很不開心 因為覺得老了 之後就去剪了頭髮 剪到短 之後更加不開心 因為很難受 之後我就隔天再去剪一次 好一點 當時我18歲說 我自己拿了成人身份證 之後就要結婚和生孩子 這個願望遲了18年 對了 今天 咦 是上年了 終於實現到了 雖然遲了18年 但是剛剛好 很想念我的兒子 其實我想是 吹個蛋糕 因為那一幕 我自己覺得很 會聯繫到小時候 你每一年去吹一個蠟燭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很開心 因為青春是無價的 跟小時候不同 小時候可能很多朋友圍繞著你身邊 但是到大後 經歷了很多事情的時候 其實可能很多人 都已經是 伴奴都已經 沒有再聯絡 或者是離開了 所以成長了之後 會有一份孤獨感 那一幕是我覺得 整件事真的 哇 原來到三十幾歲的時候 身邊已經沒有人 然後只剩下自己一個 七年之後再唱歌的感覺 是跟以前很不同的 我覺得這次我真的很開心 因為我可以很享受 還有百分之一百付出 我自己的所有去做音樂 還有多久 現在十二點 喂 你們吹奏 不是啊 慢慢拋雨 我們盡快 慢慢吧 喂 你一定有床 挺不錯的 以前真的可以說 做一個明星 做一個歌手 但是我今天可以 為自己去說 就是我這次很認真地去做音樂 由零開始去參與到 今天這一刻 而原來我全程去付出 然後去參與 原來我是很開心的 就是原來我知道 一首歌 原來是有很多人去 一起共同地去做這件事 去幫你做這件事 最後才會有一個這樣的成品 所以我是很珍惜這一次 希望一直留在心底的事 可以大家都喜歡 因為真的一直埋藏了心底這麼久的事 終於可以再做一次給大家 因為很多時候 很多人都會 每一天都會收到很多的DM 都會問我 你什麼時候唱歌 很想念你的傷情好 錯愛 受掌人 你不再了 我每一次都說 好啊 等等 緣份 等緣份 好像很行 這句話 但其實是真的 因為我覺得 做每一件事 都真的要看天 看緣份 我覺得今天緣份到了 我都希望可以很無悔地去做一件好的事 給大家 搞定 收工 一直留在心底的事 MV已經推出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 然後如果你們還有心底的事未做的話 希望你們都可以找到你們心裡的鑰匙 然後找到自己一隻大門 勇敢地走出去